肯尼亚首都内罗币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发展最快速的科技中心 堪称是肯尼亚的硅谷 吸引世界各地有想法的创业人才 来这里一世伸手 我叫刘鹏 四年前来到非洲内罗币 现在在做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产品 是音乐类的产品为主 PACE是一家蓝牙耳机公司 计划打入非洲这片蓝牙耳机蓝海 吉布里尔·布列辛是刘鹏的肯尼亚合伙人 我的朋友介绍我给刘鹏 就是我的创业伙伴 当我们开始谈合作时 我们都蛮欣赏对方 因为我们都很有创意 想法也很接近 我们都想帮助刚起步的音乐艺术家 同时在非洲用非洲人 制造很好很酷的产品 目前公司有员工八人 刘鹏是其中唯一一位亚洲面孔 其他都是肯尼亚人 我之前是学工程的 我在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西安 觉得是飞行系设计与工程 然后毕业以后 在中国航天工作了两年 做商业航天的工作 到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然后跟我来说 他想在这边做一个NGO 做一个非政府组织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最后来到这边 我之前做过舞蹈家 音乐家及导演 我在导演音乐视频 及电视制作方面 蛮出名的 我们要把这个品牌 从非洲做到其他国家 做成一个非洲的品牌 今年三月份 刘鹏的公司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户 肯尼亚与中国合作建造的 一带一路项目 蒙内铁路已经通车 并且标榜低廉的运费 但是这样的有利因素 对于刘鹏这样的新创公司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还是小baby 对啊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差别 是空运和海运价格的差别 但是在蒙巴桑的内罗币这一端 因为我们的量不是很大 所以影响不了太大 中国在肯尼亚不断扩张的 经济实力与影响力 引发中国殖民肯尼亚的疑虑 而中国资方与肯尼亚劳坊间的纠纷 也常为当地媒体报道 但是对身为创业者 及公司管理阶层的不列心而言 中国的资金有其必要性 对我而言 中国在肯尼亚各方面的存在 这样说吧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因为很多非洲人有很好的创意 但是要把这些点子付诸实行 却是很不容易的 你必须要很了解当地的情况 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那了解需要什么 对于很多华人来说 除了语言的挑战 还有一部分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由于中肯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合作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文化真的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文化是 快节奏快节奏快快快快快 但是在这边的文化 其实是慢文化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很大一个企业的不一样 与刘鹏的合作经验非常好 让我了解到 我们两国之间文化的不同 思维方式也很不同 当非洲人跟你约十点见面 他可能十一点或十二点才会到 但是在中国却要受识 而合作过程中 我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想法 肯尼亚人觉得中国人都很封闭 但我发现他们并不会 只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刘鹏认为 来一国他乡创业 必须具备两个特质 就是谦虚与尊重 这两个特质 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 在生活上 我认识了更多可能性 因为认识了不同的人 他们不同生活方式 都生活得还不错 而且都很开心 那我觉得 那这样也可以啊 你有很多的生活方式 你都可以活得很开心 所以这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 发自肯尼亚的报道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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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